早上六点多,一对母女站在路边准备过马路 左看右看没车,结果走到一半 右方一辆机车靠近,本来以为不会撞到 但骑事完全没减速 碰一声把母女俩撞倒,三个人倒在地上 痛到站不起来,路过民众吓到赶快帮忙报警 事故发生在22号早上 桃园中立自强图书馆前 当时白姓女子带着83岁的妈妈穿越黄色网状线 确定没车才往前走 快到对面时被50岁的潘信骑事撞到 其中妈妈头部伤势严重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 经警方检测骑事没喝酒 疑似是因为逆光,没注意车嫌状况 三方均倒地受伤 其中83岁行人伤势较重 仍在医院抢救中 机车酒车只为零 详细造势责任 仍待调阅相关资料进一步厘清 强国路这里属于T字形路口 因此划至黄网线 禁止车辆临停 让三项车道可以顺利通车 除非前后100公尺内没有斑马线 行人才能穿越 警方表示被撞伤的母女在这里过马路 没有违规 书不研判当时是早上6点多 阳光就在骑事视线正前方 相当刺眼 才会没发现有行人 没刹车直接撞上去 目前三人都在医院 详细造势原因要等做完笔录 才能厘清 听见新闻林志玲黄敬芬桃源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